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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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要讲第二讲 性像 这个词是我发明的 这里面涉及到了两个英文单字 到现在为止 在中文里面还没有适当的翻译 sexuality 我翻译成性像 那就是跟sex有关系的解剖学 生理学以及行为 所以用最简单的话来说 比如说两性关系 两性关系就是sexuality 那sex在生物学里面 sex的意思就是有性生殖 生物的生不是活着 生物的生 生的意思是生殖 这是生物跟物生物最大的差别 这里面涉及到的是 台湾人特别知道的一幅对联 上联是生命的意义在创造 宇宙寄起的生命 那这个幅对联的下联 是生活的目的 在增进全体人类的生活 这幅对联真的是有学问 是有学问的人写的 生命的意义在创造 宇宙寄起的生命 就是生物学最根本的原理 是吧 一点都不错 利用这个机会 跟各位宣传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 任何人说话 目的都是为了说下一句 不管那一句说出来了没有 跟你老婆跟你孩子 这是很重要的一句 精欲良言 我说了这么多 我想说的下一句是什么 生殖模式事实上是有两种的 有性生殖不是唯一的生殖模式 是吧 这很重要 所以下一句呢 无性生殖是另外一种生殖模式 无性生殖事实上是最原始最早的生殖模式 原始就是早晚的早 在生物学上 原始并不带有价值判断 下一句就是有性生殖是生命世界的主流生殖模式 所以要不要注意到这个对比 马上就凸显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无性生殖是最早的生殖模式 可是有性生殖却是生命世界的主流生殖模式 为什么 那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环境日益恶化 每一种生物都被迫演化 生物演化其实不会争先 只怕恐吼啊 包括教科书上都说 有性生殖是创造变异的机制 而变异就是希望 那最单纯的生殖方式是无性生殖 一切操之在我 一点都不错 想生就生 不想生就不生嘛 你想想看有性生殖要做哪些事 最起码的最基本的 第一你必须要寻找异性啊 这就很累寻寻觅觅 我在茫茫人海之中 寻找我灵魂唯一的伴侣 然后你还得说服异性 那更麻烦了 所以你自以为在谈恋爱 其实你在浪费生命啊 有性生殖 我重说一遍 受人一柄 操之于人 效率大幅降低啊 你想想看 无性生殖跟有性生殖的差别 你再想想看 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 富不过三代 太有道理了 你们每天早上起来 走进浴室照镜子 你要是很满意 那我告诉你 你完了 因为你身上的好基因 你的孩子最多只能拿一半 假如你在镜子里面 你很不满意 恭喜你 因为你身上的烂基因 你的孩子最多只拿一半 富不过三代 这是最简单的生物学原理吗 有性生殖的后果是什么 最明显的就是性责 就你使得异性成为驱动演化的机构 比如说熊孔雀的尾巴 拖着那么长的尾巴 不利于生存 不能飞 也不容易藏身 你有那么大的尾巴干什么 了解这意思没有 就为了讨好女性嘛 好我们来讨论 有性生殖的基本事实 那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分工 事实就是 两性生产的配子不同 配子就是生殖细胞 所以两性所生产的生殖细胞不一样 熊性 生殖细胞是不完整的细胞 雌性生殖细胞是一个完整的细胞 雄性所生产的生殖细胞 是不完整的细胞嘛 雄性所生产的生殖细胞 只有一个目的嘛 那就是下种 雌性的生殖细胞 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细胞 所以它有潜力 可以单独发育成一个胚胎 鱼类有一些物种 雌性根本就不需要受精 就可以独立的发育成一个胚胎 现在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鸟类 哺乳类 在实验室里面科学家都有可能使得 卵子自行发育成一个单独的胚胎 所以有性生殖的基本事实 生殖分工 结果是什么 两性对子女的付出不同 我们有一个专有名词 叫做亲殖投资 你要当爸爸 你要当妈妈 你得投资啊 孩子不会自动的 见风就长大 实行有性生殖 两性其实点都不一样 更不要说以后的事了 所以有性生殖的基本事实是什么 那就是两性必须要合作 然而合作必然孕育背叛 更糟的是 两性的身质利益并不平等 这就麻烦了 这使得背叛变成常态 防止剥削与背叛的关键是什么 第一个是双方损益相等 下一个办法呢 或是有效的监督机制 使得对方不敢背叛 是吧 结果呢 有性生殖的演化 就变成两性斗争的历史 所以两性的生殖利益不平等 必然导致勾心斗角 那这一个觉悟 已经渗透了流行文化 人类虽然是不如类 可是人类的两性关系 跟一般的不如类是不一样的 那我列举几个 人类特殊的性相 我一举出来你就听懂了 第一个就是女性的特征 人类的女性持续地维持性征 我指的是第二性征 然后没有发情期 你养过小猫小狗 哺乳类 雌性 不生养孩子 没有乳房的 不像人类 人类女性过了青春期 就拥有乳房 而且终身不退 那第二个 人类的两性关系 是长期合作 共同护养子女 那其他哺乳类不这么做的 想想看小鹿班比 她是谁一代大的 她妈妈 生养孩子全部都是雌性的工作 然后第三个 人类的性行为 讲究的私密性 而且不以生殖为目的 你也看过小猫小狗啊 光天化日之下 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人类不是 要躲着 要捂着 人类明明是哺乳类 可是在这三个重要的方面 都跟其他的哺乳类不一样 这完全是生物学造成的 在这一种情况之下 因为你有这种生物学 哺乳类 两性的生殖策略当然就不一样嘛 好 我们来看看 雄性为了扩张自己的生殖成就 他所受到的条件是什么 他就受到配偶数量的限制嘛 那雌性 所受到的限制是什么 他自身的条件嘛 所以你看这两个差别多大 这不是一个明显强烈的对比吗 所以对于雄性而言 雄性策略是什么 当然就是多多益善以量取胜嘛 那雌性的策略应该是什么 当然是精益求精以职取胜嘛 换个方式说 精子便宜何妨到处插花 雌性呢 卵子昂贵岂可轻易许人 想想看你们小时候读的昆虫记 雌性的身体都比雄性大 不是吗 大部分的生物 大部分的动物 雌性的身体都比雄性大 哺乳类是例外 为什么 因为哺乳类的雄性 有非常激烈的雄性竞争 结果之一 就是雄性的体型大于雌性 第二个后果是 雄性之间 它的生殖成就有巨大的差异 那有的机械成群 子孙满堂 有的绝户 这是事实嘛 可是雄性就不一样了 这叫做资讯不对称啊 这是德国诺贝尔奖的 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信息不对称 就女人的孩子是女人的 毫无疑问的 小心 下一句 男人的女人的孩子 不一定是男人的 有一些人类社会 我们叫做母系社会 它意思是什么 不是女性掌权 它的意思就是说 男人养自己姐妹的孩子 我的老婆的孩子 是不是我们家的 我不知道 可是我妹妹的孩子 一定是我们家的 这叫做信息不对称 所以后果是什么 后果 就种种禁锢女性身体的办法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就控制你的身体啊 OK 那我们从两种不同的黑猩猩来谈起 这是第一种黑猩猩 大家最熟的 马西弹很容易看到 英文叫Chimpanzi 中文都叫黑猩猩 然后这个叫Bonobo 这是另外一种黑猩猩 就在非洲刚果 它们两个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面孔 两种不同的黑猩猩 它们两百万年轻 在互相分化 那与我们的遗传距离 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 它们的社会气质 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那其中一种就是Bonobo 为性发明了新的功能 给各位放几张照片 这张照片想要告诉你的科学资讯是什么 仔细看 这是成年雄性 身高一公尺 任何一个动物行为学家 你只要一看到那么大的音囊 你就知道其中必然有猫腻 这个是成年雌性 这是乳房 这是从正面 你可以看到它的音部 这是一头成年雄性 再来下一张 你一看就知道 这是两个成年雌性 同性性行为 你在这一种黑猩猩的社群里边 你看到各式各样的性游戏 所以这一种黑猩猩为性发明的社会功能 就是用性来当作社会互动的润滑剂 以各式各样的性游戏来缓解社群内部的冲突 所以在这一种黑猩猩的社会里边 跟蜻蛻子不一样 在这一种黑猩猩的社会里边 没什么暴力之气 更重要的是在这一种黑猩猩里边 雌性利用性来结盟 所以雄性难以欺负 真正重要的在这里 那就是bonobo这一种黑猩猩 人与人都为性发明了社会功能 所以我们谈人 人为性发明的社会功能是什么 很有趣 就创造了新的社会关系 千万要注意哦 我谈的社会关系就是夫妇 夫妇关系是用性来定义的 五轮最根本最重要的一轮是这一轮 bonobo跟人的差异其实没有差异 只不过bonobo是开放性 不设定对象 任何人都可以同性异性 男女老幼 人类呢是封闭性 讲究私密 更重要的是夫妻便来自异性 什么叫做性 性就是家族嘛 因此人类的社会才会比较复杂 我们人类学家有一个联姻理论 就是不同的宗族彼此交换女人 建立政治联盟 你以为这个在古代才有吗 现在不是吗 几个大财团互相诈取 所以哺乳类的常态 是雄性为争夺 雌性彼此暴力相向 可是人 用人文创制来解决色的问题 就是人发明了婚姻 婚姻制度才是人类社会的基础 各位 这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意义是在男人之间 这是我们分配女人的协议 你一个我一个 你尊重我的婚姻 我也尊重你的婚姻 可是在家族之间 这是政治结盟的手段 想想看 上帝心之下的命令 十届最后一届是吗 不可贪恋临人的妻子 他的意思就是 不可破坏社会团结 从来没想过 多精彩啊 既然婚姻是政治结盟的产物 当然与当事人无关嘛 那怎么样维持婚姻 那他是受各种社会力量的约束 哪些社会力量 在传统社会里边 我们的生活方式 跟我们的生活空间 生活方式是固定的 生活空间也是非常有限的 出生到死亡大概不会超过几百华里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走到每一个角落 你走到每一个地方 你都会遇到熟人 遇到熟人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受到监控嘛 而且千万要注意哦 八卦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监控力量哦 我们在现代社会里边 英雄来自四面八方 同一个教室 同一个办公室 你认得的人我不认得 我认得的人你不认得 我知道八卦你不感兴趣 所以我们就办个八卦杂志 大家一起来说 现在懂这意思吧 八卦杂志事实上是有功能的 是有需求的 那婚姻制度在现代社会 我们说是以爱情为基础 真正的问题是爱情是啥玩意儿 想想看 问世间情是何物 只叫生死相许 爱情到底有没有科学定律 当年是北大的教授张靖生 发表爱情定则 张靖生是法国博士 研究卢梭的 他是北大哲学系的教授 他说爱情是有条件的 闲凭爱富是应该的 第二爱情是可以比较的 所以可以离婚再娶再嫁 第三爱情是可变迁的 等于重说了一遍 第四爱情是朋友的一种 各位什么叫做爱情 下面五秒钟 是你人生最重要的开示 什么叫做爱情 爱情就是抛弃的借口 莫名其妙的爱上了 当然可以莫名其妙的不爱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灰灰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不就是爱情吗 现代社会离婚率高 是相信爱情的后果 雪上加霜的是 人类在二十世纪空前绝后的成就 什么成就 就是平均寿命增加一倍 从平均四十岁增加到平均八十岁 后果是什么 很可怕 婚姻变成了监狱 海誓三盟阴犹在 只是朱颜改 千万别忘记 皮脂不纯 是毛江烟覆 毛不就是爱情吗 回头看 人类特异的性相 女性持续的性争 两性关系 以及性行为 基本上 都是用色相跟独占 来巩固长期合作 对于短暂的人间视 这是结论 我们东西方有不同的看法 这是福士德第二部里面的一首诗 从一朵花想见天堂 你还可以更精简的翻译 那就是刹那即永恒 这是西方人的看法 咱们东方人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因作如世观 这是出于金刚经 你要是嫌四句太多 我可以说成两句 那叫做 本来无一物 如何惹尘埃 我觉得这东西方都不够高明 咱们生物学还是最高明的 我送你两句诗 叫做绅士臭皮囊 所以基因永流传 还没完 母鸡是一枚鸡蛋 制造另外一枚鸡蛋的工具 想想看什么叫做鸡蛋 鸡蛋就是基因 所以生物 任何一个具体的生物 任何一个活着的生物 都是一个survival machine 都是一个传递基因的机器 商传选 借责 情牧 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